感谢您购买LKEZHRO入墙式饮水平台。 您将收到四个箱子。 这位是Russ先生。 他将为您展示如何安装您全新的饮水平台。 要完成安装,您需要以下工具。 手套、护目镜、铅笔、美工刀、 卷尺、水平仪、电动螺丝刀、 不同大小的螺丝、平头螺丝刀、 十字螺丝刀、六脚扳手、 以及排污阀。 前期准备包括, 在离地114毫米、4.5英寸之上的墙体上 切割出一个宽476毫米、18.75英寸。 高959毫米、37.75英寸的直角强洞。 加固强洞四边, 以保证其足够支撑68公斤、150磅的重量。 加固措施的另一作用是, 能稳固整个框架。 您需要安装下水管道及相关电路。 请务必遵循当地的下水管道、 电力安装及其他适用的标准规范。 请查阅包装内随附的安装手册, 以获得更详尽的资讯。 安装完成后, 请将说明书放在饮水平台内, 以备不时之需。 将外框及相关的配件从包装箱中取出。 将外框嵌入墙洞中, 确保外框直立的边缘与加固后的墙面齐平。 将架子和挂杆拆箱取出。 将一根挂杆放入外框右侧的洞, 另一根放入外框左侧的洞。 接着分别用两根挂杆的另一端勾住架子两侧的洞, 从而将架子放入外框之中。 用尺寸刚好的螺丝或螺栓需自配, 将架子和外框与墙洞的底部锁紧。 再用十颗尺寸刚好的螺丝或螺栓将外框的侧边和顶部也锁紧。 确保外框在墙洞内呈方形摆放。 用全部十颗螺丝锁紧紧外框。 将上下门板拆箱取出。 您的安装保养与使用手册也在该包装箱内。 将上方门板装到外框上, 让铰链架上的孔洞与安装架上的孔洞对齐。 总共十二个孔洞上都要用上尺寸刚好的螺丝或螺栓。 关上门板, 确认位于门板侧边与底部的锁架与安装架上的插槽相齐平。 此外, 请确认门板悬挂高度可足够遮挡安装架的顶部。 如需进行调整, 可松开脚链架上的螺丝, 着勤调整。 上下门板间的间隙倾物超过6.35毫米, 四分之一英寸。 取出与上方门板相配置的电源插头。 该插头盘放在排污阀中, 将其放置一旁。 将饮水平台的供水管道也放置一旁。 将顶部面板关上, 用两颗六角螺钉在侧面锁上门板。 六角螺钉随机器配送。 用一颗尺寸刚好的螺栓穿过面板前方的螺帽锁紧。 安装排污阀。 拆箱取出滤芯与滤芯支架。 拆箱取出冷却器。 拆箱取出滤芯与滤芯支架。 拆箱取出冷却器。 用配送的螺丝将滤芯支架固定到冷却器上方。 方向与进水口相反。 将蓝色锯以吸管的一端与进水口相连。 另一端与滤芯卡座相连。 请注意, 放置冷却器时, 其正面应朝向下方面板的扇格, 确保红色标签上的箭头指向前方面板的下方。 将饮水平台的供水管道与冷却器的出水口相连。 然后将冷却器放置于架子上。 将所在建筑的供水管道与滤水器的入水桶管相连接。 现在可以将冷却器的电源线连接到所在建筑的供电线路上了, 卸下冷却器的前方面板。 与所在建筑的供电线路接驳时, 请务必遵守相关的电力安装规则。 在冷却器前方面板移除的情况下, 您可以用平头螺丝刀调节水温, 装回前方面板, 拆箱取出滤芯, 将滤芯从包装中取出, 去除保护盖, 将滤芯连接至滤芯卡座, 并依逆时针方向旋紧, 确保蓝色标签正向朝前。 重新开启相关区域的电源, 打开供水口, 查看是否有漏水现象。 确认无泄漏后, 方可继续。 将饮水平台接驳至墙上的电源。 请注意, 不是所有型号均有配送电源线。 饮水平台通电后, 液晶技术器将会亮起。 将您的手放在感应器前方, 确认装置正常出水。 刚开始出水时, 因管道内有空气, 可能会有喷溅现象。 此现象在空气排清后会消除。 感应器最长感应时间是30秒。 为了让冷却器、 序装饮料排除空气, 可能需要避开光照感应处, 再重新接触几次。 检查是否有漏水现象。 关上下方面板门, 确认面板侧边的锁架 与安装支架的插槽相齐平。 如需调整, 打开门板, 松开脚链上的螺丝, 并酌情调整。 用两颗六角螺钉, 将下方门板锁在面板的侧边。 六角螺钉随机器配送。 感谢您购买LKEZHRO入墙式饮水平台。 若您有其他疑问, 可参考随商品附送的 安装、保养与使用手册。 礼物, 态恨 安装 礼物 感谢您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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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购买